大家好 前一阵看了许多其他花友的锦花篮 他们的锦花篮简直是太漂亮了 所以忍不住又买了一批锦花篮回家 还买了两颗文心篮 我们打开看一看 打包还是不错的 在悉尼这边兰园买兰花 打包非常的简陋 这个就算打包比较高级的了 还用了这种东西 这是两个球镜的 通常来说 按理说最好是卖三个球镜 那这个只有两个 稍微小一点 这个是有三个球镜的 这个稍微大一些了 看球镜比较饱满 这个有四个球镜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球镜比较多 看起来都很饱满 竟然有一个球镜是黑了 怎么会这样 这边也有黑斧的现象 我不知道这颗能不能火了 一会打开再看看 一会打开再看看 这颗就是维钦蓝了 这个球镜非常大 一个大球镜带着两个心芽 这一颗倒是蛮大的 球镜特别的多 一共买了八颗兰花 只有这一颗呢有问题了 应该是运输的途中闷到了 我会跟这个卖家联系一下 看看能不能退款吧 因为这个烂掉的 应该不会恢复了 有可能就活不下来 尽量一会我会把这个 烂掉的部分先剪掉 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 给大家拍一下它的名签吧 如果想知道花长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这是锦花兰 这是文心兰 这是一颗锦花兰 锦花兰 锦花兰 它的花色真的是挺多的 而且花朵特别的大 非常的艳丽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锦花兰 这是一颗锦花兰 这是一颗文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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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带了一个花芽 过不多久就要看到花了 其他的呢 都是在长新芽的过程中 像长这么大的很多 这个球径一旦长成熟 它就应该会长花枝了 这些都是成熟的猪型了 所以呢 看到它们开花 应该不会等太长的时间 这些兰花呢 我会养在室外 目前它们的盆子 还有这些质料 看起来都还可以 所以呢 我就不打算给它们换盆了 明天呢 就马上给它们杀菌消毒 喷一些药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